上个学期去滑雪的时候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新臭宝宝穿着保暖衣 就坐在雪剧大厅里 拜托你们真的不要再这么穿了 天气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十分的情况 哈喽大家好我是荔枝 那今天就从贴身层保暖层再到雪服 一天给大家介绍清楚滑雪人必须要知道的三层穿衣法 滑雪为什么不能穿保暖衣 首先滑雪是很容易出汗的 那一旦停止运动我们的汗液就会被棉质的衣服吸进去 汗液连在身上排不出去就很容易着凉 也很容易产生异味 所以贴身穿的一定是这种速干排和又可以高翘易军的打底层 我身上的这件是松野派无具系列的欧温客设计场 这款蓝色上身之后真的就是那种很干净很高级的感觉 今年他们经典的这款无具系列不仅有联名设计在 还在性能上升级了远横外纱线 在提升保暖性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干爽的体感 其实不只是滑雪 像我们秋冬户外徒步啊 骑行登山也都可以穿它 而且呢它是中高强压缩支撑 针对性功能分区的结构不仅提高了贴合性 还可以增强核心筋权的支撑力 提高我们在运动时的表现力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层 中间层也就是保暖层 我们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去选择棉服 羽绒内打或者是姚立绒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清亮的棉服 穿上就很修身 存在感也很低 关键是这种拼接的涉及 像腋下这种比较爱出汗的地方就很透气 而且这款棉服的面料是防泼水扛撕裂的 就算是凸向小雨或者小雪也完全不用担心湿透 那就有人问了 上边是有保暖层下边是怎么办呀 像我们平时滑雪都是会穿护臀护膝还有雪袜的 它们都是有一定厚度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就可以起来一个保暖的作用 最后呢就是雪服 大家可以直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 但是新手宝宝一定要注意的是雪服买大不买小 不然套上雪服以后会帮得非常的紧 我们运的雪埃会非常的不方便 新章滑雪的姐妹应该都知道 宋野派的速跟衣非常有名 但一定还不知道宋野派今天出了自己的首宽雪服 它和前面穿的5G系列的速跟衣一样 都是厄温克设计法 融入了厄温克的文化元素 厄温克族呢生活在中国最冷的地区 宋野派这次集取厄温克族对自然的共生哲学 以厄温克族服饰中经典的太阳花图腾作为点缀 也是实现了科技与民族美学的完美融合 风能性上它采用的是高防水透气膜 背下和大腿都有透气网 里面是分区填充的保暖科技棉 就可以满足我们在低温情况下对雪服的所有要求 像防水防风压浇拉脸这些就不用说了 这都是雪服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那对于滑雪人来说 可拆卸雪雪 可调节连接扣 防灌风袖口 交叉式背道雪 这些就是加分项了 就算经常摔跤也完全不用担心雪会进到衣服里 真的现在穿上这身 我立刻马上就要去滑雪 真的非常期待今天雪姬能穿上它 另外呢 我很喜欢这次宋野派对无极系列的一句推广词 期待与大家在探索旅途中 与自然共生 无惧未知 自由追逐心之所向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到评论区留言问我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